欢迎回来 赶安您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做许多人都爱吃的纸包鸡吃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 纸包鸡看起来很难做 其实原来很简单一做 而且还很美味呢 先给大家看看成品哦 纸包鸡味道浓郁入味 我和家人一包接一包 一下子就吃完了 很香哦 赶紧关注我的频道顺手收藏食谱了 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准备好鸡翅洗净备用 鸡翅切成三段 切小块比较容易吃和烤熟 不切也可以了 按个人喜好随意就好哦 来腌制鸡翅了 腌制的调味料我已经打在屏幕上了 跟着调味就好了 这样 抓匀血藏腌制入味 腌制后就要把鸡翅包裹成这样 取出烘焙纸 鸡翅排好 向上对折到三分之二的位置 两边折入 一只手掌压着上段部位然后轻轻把鸡翅推紧 往上折紧 把多处的部分折入小口袋里 记得要包裹紧不然烤或油炸的时候会松开 这样包好了 看了好欢喜期待鸡翅烤好的时候喜欢这种小小的成就感 送入烤箱200度烤15分钟 15分钟后把鸡翅翻面 继续烤15分钟 烤鸡翅的时候还可以看见煮沸的酱汁 纸包鸡翅就烤好了好香呢 这个时候还是很烫熟哦 纸包鸡如果油炸可以开火把油烧至五成热 将纸包鸡下锅油炸 不需要翻面 炸大概八分钟左右 用锅铲压一下纸包鸡 如果鸡肉发硬 就说明已经炸熟了 纸包鸡锅锁住鸡肉以及调味料原有的味道 做出来的鸡肉鲜嫩又滑 醇厚不腻 色泽金黄 气味芳香 纸包鸡在制作技艺上 为了追求口味的正宗与地道 精选本土农家三样三黄鸡为原料 切件后 配以老抽酱油 姜汁 八角 茴香 陈皮 草果 红古米 古月粉等调味料及葱白粒腌制 这一少量白酒 以预扣纸逐渐包裹 再以花生油入锅进炸而成 我的食谱是网上找到的家常版食谱 味道也很棒哦 大家不妨也试一试 我喜欢简单食谱因为我相信美味的食物 也一定要简单可以快速完成 毕竟每天的事情已经这么多了 对吗 如果家里人多可以用五股鸡腿肉取代 那么有更多肉可以吃啊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对了 如果您在寻找鸡肉食谱 欢迎到我的频道看看吧 哪里目前有276个美味鸡肉食谱哦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